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今日话题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颁布即将两年了 爱国守法 明理诚信 团结友善 勤俭自强 敬业奉献 这二十个字已经深入人心 人们普遍从心理上就乐于接受 其中的原因其实很简单 中国自古就是文明礼仪之邦 向来推崇道德高尚 文明礼貌的善良人 赞美古道热肠 乐善好施的热心人 他叫刘文立 是北海公园派出所的一位民警 主要职责是维护北海公园和景山公园的治安秩序 刘文立在工作中经常接触到一些外国游客 七年前他意识到不懂外语就没办法干好工作 于是他开始自学英语 而且很快成了英语发烧油 学外语来说的话 并不是说我一个人的事 我要用我的实际行动带动更多的人学 是我觉得这种动力 并不是说这个 我觉得一个奥运 并不是极少数的英语专业毕业生的事 而是我每一个人 每一个像你我这样普通人的事 是我觉得的话很有意义 去年 公安局为了鼓励他干好工作 特意命名他为双鱼警官 如今在北京的各行各业 像刘文立这样主动坚持学外语的人很多很多 所以我们会突然做过很多 感谢观看